我是阿图,欢迎回到外地老师阿图频道 上一期内容我跟杨教授聊了聊语法教学 跨考汉朔以及汉教考博的话题 这期内容我们探讨了沉浸时汉语教学和教学资源网站相关的内容 如果觉得我的分享能够顺实在在地帮到你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支持我 视频最后会有下期视频的预告 一起看正片 我在澳洲大学读教育学专业的时候 学到更多的是课讨管理、教学设计、教学心理学相关的知识 几乎没有涉及沉浸式语言教学 在我接触孔苑的志愿者老师们以后 我才了解什么是沉浸式教学 但是在国内受过专业汉教培训的老师们表示 他们学习的沉浸式教学在澳洲的课堂上是不适用的 我在教中文有多难和颠覆认知的师生关系里分享过 海外中文教师的难处 用英语管理课堂都有困难的情况下 确实很难实现全中文教学 很有可能是教学管理方面的考虑 我在参与教学实习、语言类教员活动 以及观摩不同语言的课堂的时候 从来没有老师提及沉浸式教学 工作至今也只有在第一家教育机构工作的时候 老板要求必须100%讲中文 所以沉浸式汉语教学真的有它的现实意义吗? 很好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 我不太好用一句话来说 我们就随意地聊 从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我肯定是支持沉浸式教学 那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可从一下几个角度 第一个就是从我自己学习语言的经验 从我儿子学习英语语言的一个经验 还有从我自己20多年的汉语教学经历来说 其实我学了20多年 不20多年 现在都快40年 40多年的英语是我的 应该是意外 虽然到美国也生活了四五年 但是我觉得我的英语不如俄语 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俄语只学了两年 把我扔到了乌克兰 完全沉浸式的环境 我的老师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一个中文字都不认识 就在那种环境下 周围的人也没有人会中文 我去买菜我坐车所有的都得是用俄语 然后我就发现两年回来以后 我的俄语学得非常好 我考北大的博士英语不敢考 我考的俄语 结果我的俄语当时考了最高分 就只用两年的时间 我超过了我学了几十年的英语 而我的英语就是这种翻译式的学习 我儿子我四岁开始给他报的英语学习 但是当时给他报的就是 全沉浸式的英文教育机构 一进那个教学楼 所到之处都是写的不允许说中文 学了一年他不开口 我就觉得很失落 我就觉得也许我的选择是错的 花了这么多钱 然后不见他进步 可是到了一年以后 他的输入量足够了 到他上小学一年级 北京市有个英语演讲比赛 我就想让他去参加 我就发现 那个时候他的口语 老师都夸他 语言特别地地道 就是到那个环境 他就知道该说什么 这是从我们两个 就真的是切身体会 杨教授分享了他儿子 和他自己的语言学习经历 也从中总结出 沉浸式语言学习的特点 后积薄发 语言学习跟其他学科的学习 很不一样 他需要在慢慢积累 反复应用和不断纠错的过程中 才能稳步提高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有的人起步时间需要更长的时间 有的人起步虽快 进步由难 沉浸式学习 去除了母语翻译的过程 这对学生语感的形成 以及语言学习的可持续发展 都是大有必义的 从这个角度看 其实我们也可以更加理解 汉语学习者正在面临的挑战 老师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 陪学生们成长 接下来杨教授讲述了 在明德属校的教学经历和亲身感受 再一个就是从我自己 汉语教学的教学经历来说 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 美国的那个Madebury 就是明德 在我们 属校是吧 明德属校 对 在我们全球这个汉语教学来说 可能也是龙头了 我在这个学校是工作了九个暑假 我每年每个暑假 我都会去那上课 我是亲眼看到了明德的成功 以及他成功的原因 几十年为什么全球的汉语学习者 会去拿那么高的学费 愿意去明德上课 它是有道理的 明德它就是一个完全沉浸式的教学环境 人为的制造一个中国的环境 它进了校门 所到之处 如果你不会说中文 你不能说话 中文学校就给你一个中文学校的环境 那个中文学校 可以说老师和学生是同吃同住同玩 上课的时候 当然你不可以说英文了 这是肯定的 下课以后 有老师参与的可以做中文中餐 可以打球 可以打麻将 可以唱歌 等等 所有的活动都有老师参与 如果被老师或者是同学听到 你说了英文 对不起 这个学费是八个星期九千多块钱 美金是不退 你要离开学校的 这个费用这么高 但是所有的学生都是冲着这个语言试约去的 所有的学生都知道 我给他开玩笑 我说这是一个中文监狱 但是所有的学生都特别心甘情愿的去中文监狱 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进步特别快 一年级的学生零七点 就是近明德之前他是零七点 八个星期以后 你们想象不到他们的进步 是多大 到最后一个星期 我们有一个中文之夜 你都不相信他在暑假能进步那么大 所以我真的是看到了 陈锦士教学的成果 从我内心 我肯定是支持陈锦士教学的 包括大家都知道周志平老师 常常提出反对 在教学过程中用学生的母语来教学 还有大家都知道 反国汉学家白老桑 他当时提出过一个非常有名的 反对语刷式教学 什么叫语刷式教学 就是一遍英文一遍中文这样 他说他最反对这样的教学 就坚持用目的语教学 这些都是很有说服力的 因为他们自身就是汉语教师 或者是汉学家 这些都是我切身的一个感受 说了这么多 道理都懂 但现实是 海外中文课堂的陈锦士教学难以进行 公派出国的志愿者老师们 和海外当地的中文老师们 要如何面对这样的窘境呢 当然必须面对的是现实 所以你们面对的是现实 这个我刚才说的都是一些理论的 不是理论的 是理想的状态 但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 你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什么 很多老师志愿者 你们出去你要接 使零起点还好 很多接的不是零起点 全任老师 他已经是双语教学了 他已经习惯于用学生的母语来解释 这就导致学生已经形成一个 每学一个词 他就是要对应他的母语 而不是去对应那个图片 也不是对应那个动作 就是他总是找到那个翻译的状态 就是因为你的前任 没有意识到 或者说他没有遵循着这个陈锦士教学 就导致后来的接手的老师 你完全陈锦士是有困难的 特别理解老师们的这个困惑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你做不到的情况怎么办 我觉得老师们可以慢慢地来 可以慢慢地理解 刚开始的时候 用图片呀 用动作呀 当然拼音阶段是要用一点英文 这点我同意 但是一旦进入词汇俱法了 完全可以不用 我教过零起点的 我坚持不用英文 是没有问题的 有大量的图片 现在有很多这个视频 你比如说有动作 要求学生听 然后你用动作就可以了 第一次听不懂 然后你再做一次 三次他就会了 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全学界 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正确 足够的充分的认识 如果光满足于我们一两个老师 有这个认识确实非常的难 像我们北语 包括我以前工作的单位 首识大 我们都有一个要求 就是老师上课的时候 不能用学生的母语来收课 明德是这样 包括美国那么多的知名的 这些教育机构在北京的 这个像普林斯顿呀 像南加州啊 像杜克呀 这些好的项目 像北语的卡佛北京项目 都有语言誓约 都不允许 我自己觉得 老师们如果意识到这个问题 说明你自己内心 你还是比较认可 陈浸世教学的 只不过你现实中遇到了麻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去让学生逐渐 适应我们这种方法而已 就我个人来说 我有时候会骗学生 我上课至少要讲90%的中文 因为我的英文不好 杨教授就此怎么看呢 我觉得安图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好 就是有你那个办法 就是告诉学生我的英文不好 这个是一个小的技巧 哪怕你的英文很好 这样有两个好处 第一就给自己不说英文 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第二其实是可以用这个办法 来鼓励学生 在这生活老师的英文也不好 你们中文不好 这很正常啊 对吧 每个人学习另外语言 都会遇到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鼓励学生的 我觉得很好的办法 再一个就是刚才忘了说了一点 就是作为一个老师 如果你只对你这一门课 或者说只对你这一个学期 或者说只对你这一节课负责的话 你可能用他的母语上课 但是如果你真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 为这个学生的中生语言发展负责 我觉得要用这种沉浸式的 就像你刚才说 我教的挺好的一个班 第二学期又返回去了 接手你的 他只顾他这个学期 教完以后他不考虑你接手的 这个老师会不会遇到问题了 如果只把教学当作一项增加收入的工作 用学生的母语上课是最轻松的 如果除了增加收入以外 还对汉语教学有足够的热情 请一定要认清 沉浸式教学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并且逐步尝试达成沉浸式的目标 真正的课堂上 我也不能保证完全用中文上课 但是初步的尝试 倒是给了我一个没有预料到的讯号 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教学怎么样 因为教那个班的时间不长嘛 我也不知道他们以后发展会怎么样 直到教那个班的最后一天 家长无意间看到我 家长迎上来跟我说 我的孩子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喜欢学中文的 以后尽管你可能不教他们了 澳大利亚上中学以后 孩子们是有机会可以自己选择一门语言学习吗 他说他的孩子以后肯定是要学中文课的 就是在小学阶段他可能没有办法再学中文了 但是以后他只要有机会 他肯定是要学中文的 给我的一个信号是 我可能只负责一个班级 但是我这个班级负责好了 他可能以后的人生规划 人生轨迹是会改变的 我觉得这是你特别成功的地方 甚至我觉得我少教一个语法没关系 我少教一个词也没关系 如果能让一个学生喜欢上汉语 他觉得我以后我的职业规划 甚至我以后的大学专业的选择 外语的选择 能喜欢我们汉语 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师最成功 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学生对这种语言的热爱特别的重要 老师们在备课的时候 经常会因为一张图片 一段音频或者视频 花费大量的时间 教师社群里也经常会收到 一会小此的教学求助 那么还有哪些老师们 还没有发现的好资源呢 杨教授正在做的词典里 又包含哪些功能呢 这些教学资源网站 我结束以后 我可以把几个链接也发给你 然后你可以给大家去分享 其中我自己觉得 我特别有同感的 就是老师们觉得 上课过程中找图片特别难 因为我自己在这20多年的 汉语教学过程中 我知道 有时候我们备课的过程中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图片 真的很难 如果说你觉得找图片容易 那说明你还没有知道 找图片要注意很多很多的细节 如果老师们需要找图片的话 我可以推荐大家 中文叫做魔方汉语 但是它的那个网址 我也可以发给阿图老师 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MofanChinese 那个里面呢 如果老师们以前知道 我那个语法教学手册的 可能就会知道里面有图片 不知道那本书的也没关系 MofanChinese里面 有好几千张 那几本书的 那个所有的图片 而且现在是免费使用了 以前是不免费的 所以我现在推荐给大家 就是因为它免费了 所以你上去就是进它那个网以后 找到我那两本书 点开那个书下面就有 可以用的音频 视频可能比较少 主要是一些图片 这个好处就是 那个图片是对应着某一个语言点的 比如说我要讲勒了 然后那个勒里面的 适合用那个图片 那个图片下面都有一个标 几杠几 一下子就可以找到 上课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拿来去 做你的PPT去运用 所以这个图片 我自己觉得这里面几千张是可以用的 另外呢 我刚才说我目前在做磁点 我们那个磁点现在是有2万张的图片 最后我们也是打算做一个资源库的 这个资源库现在正在建设中 我们希望明年能够推出来给供大家使用 如果明年推出来 我就及时的告诉阿特老师 给大家去分享 我们那个里面就会有图片 有视频 有一些小动图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以外 还有一些那个网站可以用的 我就待会那个发给阿特老师 来给大家分享吧 我们现在做的学习词典 我们是三种类型 第一个就是纸板的 但是对留学生来说 我们知道第一拿着很沉 第二查起来不方便 所以我们会做成一个APP的形式 音频查 有英语查 甚至拍图片查询 模糊查询都有 另外我们还做一个网上的资源库 APP里面目前是大纲里面的一万词 都是精雕细刻的 包括常用的结构啊 例句啊 动态比划啊 图片视频 我们有1900多对的一混淆词 你比如说经验和经历啊 比如说千万和万万 有什么不一样啊 比如说这个于是和所以 有什么不一样 像这样的 我们都做了一个辩析 从学生的角度进行辩析 目前是应该说 在对外汉语教学里面是最多的 争取明年 让大家来使用吧 总的来说 除了汉语本体知识以外 老师们也要有耐心和信心 总会在不经意间收获出乎意料的小惊喜和成就感 除了杨教授视频里提到的教学网站以外 我会把其他的教学资源发布在微信公众号 外地老师阿图 大家可以在视频同名的文章里找到网站链接 下一期视频会分享语法教学 请老师常犯错误相关的内容 我们下期见 拜拜